那接下来咱们就直接往下学了 不能停了啊 咱们就直接来说下一个问题 解锁审计目标 我们做审计到底要干什么 解锁审计目标 那对于审计目标呢 那其实我们有两类目标 一个是大方向的 总括的叫总体目标 一个呢是具体的 咱们做任何事情 其实都是这么两类目标 现在咱们说审计工作也一样 两类目标啊 分别来说一下 一个审计的总体目标 我们说审计目标分为总体目标具体目标 所以总体目标指的是 我们注意时为完成整体的审计工作 而达到的一个预期目的 预期目的是什么 我们做一项工作最终目的是什么 出报告吧 对不对 我这报告要评价 这个报表 此外呢 还要考虑什么 这里有什么信息 我得跟人家背使用单位做沟通呢 所以呢 我们设计的总体目标 我概括起来 有两类特性 一个叫专业特性 一个叫服务特性 那专业特性都要在前面啊 服务特性在后面 咱们现在啊 有的事务所啊 包括有很多诸位开师 把服务特性放前面去了 那我们说 我们叫见证业务 你里面有一定的服务特性 但你不是服务业 所以一定要专业在前 一定要尊重专业 那专业特性是什么呢 我们来说一下 一个 我们审计 要达到的预期目的 是要对财务表 整体是否不存在 舞弊或错误 导致了重大错报 或者合理保证 所以对于这个重大错报 不管是舞弊还是错误 那存在不存在 我们有个合理保证 我们并不是一下子就把它当做一个什么 当做这报表没法信赖 所以我们说的是 是否不存在重要错报 那舞弊错误导致重大错报 获得合理保证 那是靠专业来解决的 所以是专业特性对吧 别人看不懂啊 别人不会啊 但审计会 那再一个 我们做审计工作 整体上最终 要使得我们主要师 能够对财务报表 是否在所有的重大方面 不是所有方面 是所有重大方面 按照适用的财务报编基础 来编制 对此来发为意见 那这也是一个专业的体现 你没有专业能力 根本说不了 那所以我说 这叫专业特性 这要放在前面 但是呢你专业完了 你该沟通还得沟通 所以下一个服务特性 一个按照审计准则的规定 根据审计结果 对财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 那其实这是一个我们最终交服务 这也是个服务结果 再一个要与官署层治理层做沟通 总体目标里得把它拿进来 所以我们审计考试当中 包括我们准则当中 非常调调沟通的问题 不沟通是不行的 我们做的工作 使我们能够和他合理的沟通 沟通我们发现的问题 沟通值得关注的内控缺陷 沟通呢 一些我们认为 跟他有关联的补充事项 那这是呢 咱们说我们的总体审计目标 但总体目标 我们最终都要分解为具体目标的 我们和任何事情都一样 你要不能说 把这个目标分为具体目标 这事没法干下去 但是呢 总体目标是指导我们 来做具体工作的 所以注意 说任何情况下 如果不能获得 隔离的保证 在审计报中发表 保留意见 也不足以实现 向预期的使用者 报告的目的 那这时候 我们总体目标就存在问题了 都没法实现呢 怎么办 一种 要么是我们出去挖 表示意见的报告 或者在法律法律 允许的情况下 终止审计业务或解约 那这个到后面 我会讲到这段内容啊 这个其实是我们到后面 实书中优先考虑的 说现在没法呢 或者存在上证据 关于说到限制了 保留意见还不行 我们优先考虑解约 实在解不了约的 在法表意见 这句话要记住啊 后面要反复出现的 那在我们的总体目标下 我们要运用 谁准则规定的目标 来评价受保 获得存在上证据 那谁准则就规定了 一项又一项具体的 那方面内容 那就是我们啊 如果你拿教材的话呢 就教材的一张又一张 那其实就对应着一个又一个准则 然后呢 针对每个方面都会有 说我做这项工作 有什么样目标 做那项工作有什么样目标 所以就具体化了 开始 来看有没有满足 满足的话就获得出一项证据了 没满足没获得 那如果是我们凭击评价结果 认为 并没有获得存在上证据证据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采取 下列的一项或多样措施 首先我们考虑 说这个准则不行了 我通过做其他准则 是我已经获取或将会获得 进一步的相关证据证据 我靠这个准则没达到 但是和其他准则 能获得相关证据也行 或者是呢 按照这个准则规定 我们来执行或多样审议 那审议准则要求时 我们可以扩大审议工作范围 是要么咱们是换一个办法 要么呢咱们扩大范围 看能不能满足准则要求 如果还不行的话 我们要尽量努力 我们根据具体情况 实施认为必要其他证据 总之我们努力想要达到 实现这个目的 或者成为充分适当证据的这个目的 但是如果还不行的话 说上述措施 在具体情况下 均不可行或无法实施的 等于无法获得成为上显正义 那就没办法了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下 对时机报告 那它的影响或完成这项业务能力影响了 那回到一开头了 回到一开头怎么办 咱们刚才说的 要么考虑解约的问题 要么考虑 我要表示意见 那当然有可能是局部受限的话 可能是保留意见 这是咱们来说我们的总体目标 然后我们来说具体的 具体这块呢 就比较容易了 因为总体目标咱们会感觉相对空泛一点 很原则化 具体目标呢 其实原则也很明晰 但是呢 它是跟着认定来的 所以这一块就好办多了 说具体审计目标指示 朱爱诗通过实施审计程序 以确定管理层 在报表中所确的各类交易账户预约 披露层次的认定 是我下场 这是我具体目标 就真理认定来的 你说了这个处理结果这样 我需要证明 通过程序来证明 你这个结果对不对 你这种账户处理 对不对 你披露这个信息 对不对 这个具体目标 所以就是有什么样的认定 就有什么样的具体的审计目标 所以说了 认定呢 是我们具体审计目标的基础 我们将认定拿过来 用于考虑可能发生不同类型的 潜在错貌 所以认定和目标 这个具体目标的关系很明确了 所以咱们一定对应这来啊 所以我们一定来看 有什么认定 对应什么样的具体目标 那咱们说对于认定 我们分成两类 所以呢 我们具体审计目标也是分成两类的 那一个与所审计刑各类交易事项 及相关披露有关的审计目标 我们前面说的是什么 所审计刑各类交易事项相关披露相关的认定 那对应着的 你有这个认定了 我觉得对应着的是一个目标 所以咱们看一下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一类的 那首先咱们说这个认定 管理层提出来了 那有一个这个处理结果 是这么一个认定 什么认定呢 发生认定 所以既然事项发生了 这就是我这个那企业的事项 那具体目标呢 那就是我们来确认 被审计刑为以记录交易 是否是真实的 我们的目的证明它是真实的 但也很证明它没有真实 那怎么办呢 我们是通过审计程序来证明 比如说我们针对被认单位 账目中所记录的管理费用 我们去检查一下 检查一下 是否有真实的费用发生 那证明这个交易是真实发生的 那如果没有真实的费用 最初发生的 那这个交易是假的 你看你有发认定 我确认一下 是不是真的这样 怎么办 靠审计程序检查 那再也比如说 完整性 我曾说了 我该记录的都记录了 这交易是这样 没有漏的 该披露都披露了 所以我们就要确认一下 以方的交易上 确实是已经记录了 没有漏的 所有央当包在报处中的披露 军已经包括了 没有漏的 该披露都披露了 该记录都记录了 那举例 我们针对被单位 本期已经发生的采购业务 已发生采购业务 我们来查一下 是不是在账户中 加以记录了 那真实业务发生了 我们已经证明了 比如说通过呢 存库 那这个仓库啊 那通过呢 相关的合同啊 证明已经发生 然后再看你账上记没记啊 你那么存活已经验收入库了 但是呢 账上有没有记实记啊 账上有可能没记 为什么 财务员理直去账 发票没刀呢 无借发票 你打死我也不做账 那其他就违背了完整性认定 因为我们记账的依据 不是看发票 发票干嘛的 它实际上是 作为我们纳税的依据之一 即使纳税也没有说 只看发票的 那我不知道大家税法学怎么样 那么税法中就有这样的 说有一些 我们约定分期付款的 那如果是 那说这个分期付款这块 你要那减定啊 账付款了 那当然跑不了 交税 说如果是到日子 到日子了 到约定日子了 没付款 交税 所以你看 他没说必须开票 对不对 没说必须开票啊 他看的是 你要付款 你要是约定付款 根本没说你开票了 再交税 但很多财务怎么做 财务怎么做啊 违背了完整性 错了 那再比如说准确性 那金额对不对啊 那么就是我们劝一下 你记录到交易上 正确金额反应的 相关披露得到 恰当的计量描述 金额不能错 那比如说我们针对销售的交易 检查 那检查一下 检查什么呢 发出的超级数量 和对象单上的数量 是否不符啊 开账单时 是否需要价格写错了 或者是成绩加总算错了 或者是我这明信账中 是否记错了 这都针对准确性 我们可做的检查工作 然后截止认定 截止认定是什么 我们确认那些 接军赛费表日的记录 是否基于恰当期间 因为截止是要基于正确期间 一般哪如意错 赛费表日 临近那个时候 所以我们的实际目标 就是确认 针对临近赛费表日的那些交易 实际上有没有记错 有没有提前 有没有推后的 一般来说 我们检查那些 临近期末的本期费用 确认一下 是否给推到下期 或者把下期的这个收入 确认接到本期了 临近期末这些 重点来查一下 那这都违反了 截止认定的问题 都是违反这个认定的 我担心的是 有没有这个情况 所以我要检查一下 是否这样 那再有分类的问题 那就是你的记录交易 是否将功恰到分类 有没有记错账 这个咱们应该是比较熟的 因为咱们快当中 最怕就记错账 咱们学的时候 是不是最怕分路写错 那现在呢 现在我们去查 查你看 交易也发生了 经验也对了 就是分路写错了 那么咱们经常有这个情况 有学生就问 老师 你看啊 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老师 我这个分路写对了 金额没写 你算出来 给不给分 第二种 老师 我这金额算对了 分路 写错了 给不给分 那么咱们来想一想 站在我们神教来说 或站在我们正常的脚来看 你写个分路 有借有代没金额 给分吗 他对吗 这账过得去吗 或者是 你借在金额都写对了 但科目错了 是不是都是一样 都是错的 这会尽量不要出现这个情况了 那在这里举例了 我们检查一下 比如被人单位 是要将有一些限销 机位奢销了 将属于一些非让活动 有关成功补助 寄到其他收益里的 非让活动相关成功补助 你可能应该作为什么 作为影音外的这类的 去反映如果不是金额法律上 结果企业作为什么 其他收益里的 没到影音外里面 那你就分类是错了 那再有关于被报表列报 列报对不对 那我们审计目的是什么 我们劝一下 你的交易事项被恰当的 汇总分解表示清楚了吗 我们劝一下你的披露 是否满足财报边境所要求的 相关可离业性 这是我们的审计目标 我们来确认你做的对不对 做审计吧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附属当中 有没有披露 对收入却10点啊 进而有重大影响的判断 判断变革 那其实这个就针对什么 相关可离业性 比如纽约进度的确认方法 比如控制权转移10点 这个都是为了针对披露来做的 那你有披露啊 你上来就说我这收入就确认了 啥都不说别的 你到底怎么确认的收入 你怎么确认的履业进度啊 你怎么确认的控制转移啊 其实这个就是相关可离业性领导 那当然汇总分解就不用说了 前面已经解释过了 所以这些是与交易事项 相关披露有关的指引目标 就你起这么做了 那你这么披露了 我们来确认做的对不对 披露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面 在刚才我给大家举例当中 其实已经有所体现了 关于我们审计当中常用的 两个比较典型的检查的顺序 审计的检查这个路线或者线路 那一种呢 就是针对啊 存在或发生认定 那与报表项目有关的 高估错报这块 那针对这类的 我们担心说企业这个 发生认定有问题 我们想证实 像资产啊 收益啊 有没有高估 怎么检查呢 怎么检查呢 那么叫逆查 注意啊 咱们说顺查逆查这块 它实际上按照一个 给我们做账的流程顺序 来比较的 作账流程顺序是什么 又发生了 票据来了 然后我们核对了 那形成这样屏障 最后呢 再报表反应 这么一个 那所谓逆查就跟着反过来 从报表开始出发 去看账上有没有 看看原始屏障 看看这些事发生 所以他顺序是 报表 账簿 凭证 实物 反过来 你账上已有的 你说有的 我担心 其实没有 高估了 怎么办 反向来查 跟作账的方向 是反着来的 从报表开始 到账 到凭证 到实物 或到这个业务 那么 还有一个 定性 其实最关键的 对吧 还有一个呢 就是完整性 就是针对报表项目 低估这类的问题 我们担心 这个低估错吧 有的时候费用会被低估 有的时候负债会被低估 对于这类的 就是发生了一个业务 那企业没去寄 所以这个我们是按照 作账顺带错 从业务为出发点 所以是顺查 所以顺查逆查 是按照作账的方向顺序 那像这类 我们是从业务出发 追到 院士屏障 追到账目记录 最后追到报表发映 因为有的时候 业务发生了 账上未必有 报表上未必有 有人是业务发生了 账上也有 报表上没有 就是不往里做 也有这样 所以这个顺查逆查 我希望大家掌握 因为这个内容啊 到目前为止 我们水中还在大量应用 我们考中也还要应用 所以我希望大家来明白 刚才举例当中 其实也讲了这类例子 咱们说 针对啊 这个发生认定的 针对完认定的 这个检查的时候 举的例子 其实都是顺查逆查的 因为我们说定性最关键 先定性 然后才能定量 才能做其他的考虑 所以像这里面 我们这两项 必须重点掌握 然后再一类呢 就是与期末账户余额 相关披露有关的 审计目标了 那这个主要 针对赞负外表的 赞负外所有的权益 这一类的情况 你有什么样认定 我们有什么样的具体目标 那我们来具体来看一下 与期末账户余额 相关披露有关的 审计目标 有什么样认定 对应着 我们来确认 它做的对不对 就是我们具体目标 比如针对此代认定 我们来确认一下 说企业啊 针对资产负债所有的权益 以记录这些金额 那有了 我都反映了这些事项了 是不是真实存在 期末有的这些 那比如说 我存货 我列入了某些项目 对吧 那么期末简单上 是我真实存在 这类存货 那首先报表有 我们来看看 账上有没有啊 说账上也有 来我看一下 相关的食物有没有 那你看这是一个典型的 一个密查顺序 比如完整性 我们确认一下 对所有的 那已经存在的信号 都已经记录 那应该包括在报表中的 相关披露 都已经包括了 那比如说 这例子有点难了啊 比如应收票也贴现 但是呢 对于这类的贴现了 我们来看看 它是否 那不符合那个 中赛中确认条件 那如果不符合中确认条件的话 那你这个 就应该去正常反应 一个短期借款 因为贴下了嘛 又不符合中确认 你仗然要有 那收到钱作为呢 短期借款 结果呢 这个企业 没有确认这个短期借款 这就违背了完整成真正 那该反应的没反应 该记录没记录 那再比如权利义务 那就资产是不是被审单位的 负债是不是被审单位的义务啊 我们来确认一下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检查一下 有没有把其他人的 寄存的商品六道存活当中 多数你的资产 你给放进来了 有没有不该反应在 你这里的债务给进行了 那权利和义务 再有指约性 计价分摊 那么资产负债所有的权益 是否以恰认金额 包在报告当中啊 相关的计价调整 是否已经恰认记录 披露是否得恰认的 既然描述 那比如说 我们来看一下 运用账款 运用账款年末 要提换顿准备啊 按照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 确认信用简直损失 那我们来检查一下 计算一下 那有没有提啊 金额的 是否合理啊 现在就在反映 这种质性价分摊的问题 此外分类 又是资产负债所有的权益 记录于恰当的账户 比如说永续债 那说我这个企业拥有永续债 那作为负债反应 那我们要检查相关的 永续债的发言条款 判断 按照我们金额负债权益工具 划分的原则 所以这永续债究竟是 在所有的权益来反映 还在债务里反映 应付债券里 你看哪一个呀 那我去检查条款 那不就分类的问题吗 那此外 报本列报 还是这个问题 赞发所有的权益 是否恰当汇总分解 表示清楚 相关披露在财务报告 适用的财务报边就下 是相关的可理解的 那像这类的 我们来看看 那比如说 关于这个披露可理解的 与恒什么有关的资产信息 资产的摊销 资产的类别等等 那些就是付诸披露的这个问题 那这些都是什么 有什么认定 我们就要确认一下 这个认定对不对 所以呢 接下来咱们来说一下 认定核是目标的关系 其实已经很明确了 那我们注意事实的基本职责 就要确认一下 被导致那位管理层 对其报表认定 是不是恰当 这我们最基本的 也是最针对性的来的 那我们在识别评估 应对则错风险过程当中 我们是要管理层认定拿过来 用于考虑可能发生的 不同类型的错报 说这错了哪一种类型啊 是记账分类错了 那还说我这个业务没发生啊 还说我这个金额错了 不同类型的 那方便我们呢 做进一步的应对啊 那再有认定 其实就是具体目标的一个基础 我们将认定是转化为 是通过程序 预议实现的实际目标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讲的认定了 通过认定来定我的目标 然后通过程序来实现 来确认这个结果 那么对于管理层 对财务报告 那个主要素做的认定 我们的审议工作就是 确认一下你的认定 是不是恰当 所以刚才这一系列讲解 都已经体现这一点了 所以咱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审议示意图 看大屏幕这个示意图 对于各种交易事项 管理层确认计量报告 行业认定 最后再报表反应 我们注意的是呢 使用审计 使用审计最终呢 对这个报表发为意见 那你看这种关系很明晰 对吧 那再有这个我们说管理层认定 和我们的水目标的关系 是不是也很明晰 对这个东西没那么难以理解 既然不那么难以理解的话 我希望大家把它掌握 掌握在哪 不在于这里面 说我们现在练多少个题目 这个没用 我们是要到后面 封业评估里要用到它 然后说了 不光封业评估要用到 后面应对也要用到 所以针对财务报表 每一个项目所表现的 个性认定 每个报表项目 它有多项认定 这肯定是这样的 我们要对应着的 确定一下或多项目标 然后通过执行 一系列的审计程序 获取充分适量的审计证据 来实现审计目标 那么在这里面 给大家一个关于认定 审计目标审计程序 这个举例 比如说这对随便认定 那比如说针对存货这个 那形成期末余额的 我们审计目标是确认 自然费表日 所劣势的存货 是否存在 那可能我们通过 做存货接盘 比如说针对完整性 说我们确认销售收入 说包括了所有 已发货的交易 没有漏的 比如说我的已发货 就空权转移 该确认收入 那我们这个检查程序 看什么 是否已发货 发货单呢 发票啊 然后往销售名帐去找 帐上有没有及时反应 那 就我因为已发货 一发货 就马上空权转移了 我们通过这个方向来 那同样的准确性 截指 那包括权利义务 准确性加分摊 这类东西 那么这个 我们在这里展开来讲 在于我们刚刚开始学 那很多人呢 对我们这个审计程序啊 还不理解 所以在这里 我们更多去讲它 等我们学完 后面的内容 比如说我们学到第七篇 因为我一共12篇 你学到第七篇了 然后回头再看看 认定目标 实行程序 可能更有助于你去理解 所以这个先给大家 先知道 针对认定 我们有具体目标 想证实这个认定 我们来劝这个结果 然后是通过程序 来证实 就行了 好吧 那到这儿呢 我们是把审计目标 这个问题解锁了 我们这一节的内容啊 在我们考当中 并不会单独去考它 一定是要结合具体的 分预评估啊 结合具体的分预应对程序啊 循环审计内容 所以在这块 我们重点是理解它 然后 我们后面 在分预评估里要考虑 在我们的应对 那这块 我们的比如说 包括控制测试啊 包括实际性程序 都要考虑到认定 目标的问题 所以到后面要用到它 但我们现在 必须得理解它 当然 首先我们要理解快递 对快递有个基本认知 好吧 那这是我们来讲的啊 关于我们的 审计目标 这个内容 我得明确 说我们这个审计工作 它的概念 工作要求 然后目标 你看 这说按照我们正常一个 做一项工作的思维来做 是不是这意思 所以啊 咱们一定要注意啊 按照这个正常的工作思维来理解 就好理解 然后上楼就背着东西 这没什么可背的 如果理解了 就明白 老师在这里讲什么 为什么又从概念说起 又开始讲到工作要求 那又开始讲到我们的目标 那我们正常做工作都是这样的 所以就一定要来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黄座 咱们